大家好 我是老克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僵尸病毒有没有可能灭绝人类 在网络上毁灭人类的方式有无数种方法 彗星转地球 外星人入侵 人类自己作死 各种各样的 但是在经历了这场疫情之后 人们又把探索毁灭人类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这些最简单的生物上 僵尸病毒如果真的存在 它能毁灭人类吗 在2020年之前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一般分为两派 一派坚定地认为 如果僵尸病毒爆发 人类必将灭亡 而另一派则认为 活动如此笨拙250的僵尸 很快会被人类的热兵器打得连渣都不胜 这些东西真的是这样吗 在经过疫情之后 最近一个比较权威的答案来了 这个答案就是人类在僵尸病毒的袭击下 活不过一百天 给出这个答案的人是莱斯特大学的一群物理学专业的学生 看完这篇文章 我终于知道为啥我们人类的物理学被外星人锁死了 温文称当僵尸病毒不可避免的爆发时 我们可能没有任何机会活下去 仅仅一百天 仅仅一百天 全球就会只剩下不到三百人 僵尸的数量将会超过一千万 不到一年时间 人类就会被彻底消灭 该研究由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物理学专业学生主导 这个是他们年度专题的一部分 主要内容就是将他们的专业推广到现实世界的各种应用场景里面去 当学生身处这样一个疫情蔓延 各国纷纷坦平的世界的时候 于是就有了如果僵尸病毒爆发 就坦平了的人类真的能引吗 这样的想法 至今已经有两个相关的研究内容被发表在该大学的物理学专业期刊上了 为了得出这个令人愉快的结果 学生们使用了一个叫做SIR的模型 SIR模型是疾控人员用于绘制传染病一感人群地图的模型 S是指一感染人群 I是那些已经被感染的人 R是那些已经康复的人 这是流行病学中使用的一个标准模型 现在我们在使用的健康码呀 行程码呀 里面都有这个模型的 来自大学的学生们在研究僵尸病毒的时候 将这个模型进行了一些改良 改良后啊 这个模型被称为SZD模型 S是一感染人 Z是僵尸 D是死亡 他们的计算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每只僵尸每天只会咬一个一感人 被咬后啊有90%的几率变成僵尸 还有10%的几率被吃掉 他们将人类自然出生率和死亡率排除在这个等式之外 不够坦率地说呢 这100天的存活期间好像自然死亡率和自然存活率的存在意义并不高 结果已经发表 立即就有人质疑这个结果 毕竟人类不是傻子 人类还是可以在僵尸病毒爆发后 找到聪明的办法来应对僵尸的 于是研究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计算 这次他们假设人们会随着时间推移 杀死和躲避僵尸 还设定了人们还会有超高的出生率 为啥出生率会这么高 僵尸病毒爆发 生育率为什么会这么高 难道大家都会来一个末日一趴 Anyway 在新条件下 研究小组得出了人类最终会获胜的结论 该结论显示 从疫情爆发到人们团结 一致消灭所有僵尸 可能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但是在保持生育力不变的情况下 保持生育力不变 人类需要25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70亿人 我现在在频道里面也想做一次这种探讨 就是抛开那些理性的公式不谈 如果僵尸病毒真的爆发 以我们现在抗疫的这种状态 我们真的可以活下去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僵尸病毒本身 它和传统的我们已知的病毒是不同的 进化病毒学家认为 自然界的所有病毒产生的最终目的是扩大自己族群和让自己的DNA长命百岁地留存下去 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 病毒在宿主体内增值与在人群中传播达到完美的平衡 才能使他们长久的存在 如果一个病毒毒性太大 它可能会很快的杀死宿主 使其感染更多的人时间减少 比如埃波拉病毒 致命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但是因为病毒太强了 过快的杀死了宿主导致它很难传播 所以它至今都没有走出过非洲 但是另一种极端情况 就是普通的感冒病毒 它们通常毒性并不强 这意味着宿主死亡和严重疾病的几率很低 宿主更有可能继续正常的生活 让病毒有更多的机会传播到其他的宿主身上 然而这种病毒的缺点就是 它们不能在宿主体内牢固的扎根 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会很快恢复杀死这种病毒 僵尸病毒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它几乎杀死了宿主 但又不能说是完全杀死宿主 杀死宿主并不会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 事实上恰恰相反 结果是使僵尸变成了不知疲倦的病毒传播机器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当中 大多数僵尸通过身体接触 比如说咬人来传播病毒 这对我们活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间接传播的疾病可以传播的更快更远 比如说新冠病毒 想想看 这是一个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 那是多可怕 当它们打喷嚏 说话 各种时候都在传染 或者说是媒介传染病毒 比如说虐假 蚊子就是传染源 幸运的就是僵尸病毒这两个能力都没有 真是太好了 想象一下一个僵尸蚊子大军 叮叮叮 都他妈恐怖 然后是病毒潜伏期 僵尸病毒也有潜伏期 但是这个设定就有点跨度很大了 在僵尸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 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十分钟 小说版的僵尸世界大潜伏期则有六个小时到十天 不过潜伏期长短很正常 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也很浮动 所以这个时候按正常考虑病毒的潜伏情况就可以了 做个类比嘛 然后是传播的可能 别的病毒 你看的是你会不会接触到病毒源 而僵尸病毒则是看你能不能跑得过僵尸了 在僵尸世界大战里面明显你是跑不过的 那些僵尸简直跟行军一样 又快又猛 但是在行尸走肉里了 竟然是又变得行动缓慢 但是不管是快或者慢 总结一点 我们就是要远离传染源 这个对了 这个也和我们普通的病毒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人类应对普通病毒的四个主要方法 一 注意卫生 比如说勤洗手 勤消毒 二 隔离患病者或者潜在患病者 三 疫苗接种 四 彻底根除患病者 这里彻底根除指的是治愈或者消灭 明显洗手或勤消毒很难阻止僵尸病毒的传播 所以这条我们不做考虑 而接种疫苗是可以缓解僵尸病毒的传播 但是似乎正常人仍然还是会被僵尸吞噬 我们还是会被咬 很有可能你会被咬死 所以这接种疫苗并不是个很理想的方式 即使有疫苗能够百分之百的让我们免疫僵尸病毒 但也会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 那就是僵尸四处游弹 而我们却要冒着被吃掉的风险在里面生活 这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比如说僵尸有权力吗 僵尸应该有最低工资吗 僵尸有继承权吗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再来看剩下的两条 在我看来其中有一个犯法比较好 其实就是隔离 但是考虑到在僵尸兵团里面已经实现了 将僵尸隔离在拉斯维加斯 不过很显然电影里面写出的那些居心叵测的人 是如何因为一己私利差点让世界毁灭了 所以在这个魔幻的现实世界 我并没有推荐隔离这种措施 好 如今就只剩下完全根除这一个办法了 那么完全根除有可能吗 根据几年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 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总是在这种地方 投入这么多东西 好吧 不管怎么说 他的研究有了效果 他建立了一个僵尸瘟疫传播的统计模型 并预测他将如何在美国传播 不出所料的是 他们发现任何生活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 基本上这些人都会成为行尸走肉的食物 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在城市里的人几乎没有人能逃脱的 更不要说像北京上海这些密度 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城市了 但是病毒一旦开始进入农村地区 人口稀少地区 传播速度就会立即减慢 这个东西它不同于普通病毒 它的传播速度减慢是断崖式的 在他们的例子中 堪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尖尔石病毒从纽约传播到纽约州北部 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但是从洛基山脉传播到加拿大偏远地区 可能是永远不可能传播到的 所以人们跟除这种尖尔石病毒的方法也有了 比如说要跟除病毒 要投什么核弹啊 搞什么大规模摧毁啊 肯定是集中在大城市 然后派小口部队 然后扫弹偏远地区就可以了 这个研究也提醒了我们 如果僵尸病毒爆发 那就往偏远地区跑 受感染几率低 还不会被人类刺激的清除动作所误删 总结以上 如果僵尸病毒爆发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 带上你的梦中情人 往深山老林跑去 度过一个完美的二人世界吧 如果大家想要一些专业的 对付僵尸的意见和建议的话 那么我建议啊 请致电美国武教大楼 他们有一份官方文件 专门列出了如何对抗僵尸统治的计划书 这也就是著名的Cortland AAAA 在计划书里面啊 详细地列出了美军将如何保护非僵尸人员 免造僵尸的袭击 其中就包括了鸡僵尸 素食僵尸和邪恶魔法导致的僵尸 如有意者啊 请联系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